趕快帶你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神經 熱狗人在那邊 開心一屁股 我們發現我們的小朋友 一起導航自己的路 別忘了說 一生一定要迷路一次 在這個以浪漫為名的國度 希臘 人們以為的夢幻 6000多個島藏著6000多個故事 大蠻王妃最愛的西德拉島 是人們的謬思之地波羅斯島 就是我藏愛情的愛情拉島 我們對希臘跳... 是的 這一集沙發 要繼續在希臘進行跳... 跳島之旅啦 他們要以雅典為據點 一次蒐集三個小島 但是在迪斯在愛情海之前 他們說還要再多多認識 是這個終神之辰耶 這裡是憲法廣場 對 如果你的旅遊的時間 沒有太多的話 憲法廣場周壁有很多 你需要的東西都在這裡 對 有些賣店 然後也有吃的地方 對 然後很便宜 然後這邊的街邊 跟土耳其一樣都有橘子樹 不能吃喔 真的很可愛 我真的很建議 我們台灣也可以在路邊 長得很可愛 有一排橘子樹 味道很可怕 然後這邊有太陽很舒服 不只我們人喜歡 連小動物也都很喜歡喔 比如說像他 你看他 他真的睡得好爽喔 滿街呼呼大歲的狗 可是希臘隨處可見的景象啦 我想在希臘不管是人或狗 牠們的懶散 我是說悠閒 悠閒都是與生俱來的 那身為食尚玩家主持人 與生俱來的 就是發現美食的雷達啦 這樣請問一下 你們又看到什麼好吃的了啊 什麼起來就很多水 吃喔 好 我喜歡的 超好吃 這比草莓還好吃 可以大買橘子 拜託 可以 很好吃 好甜喔 你們大買多買一點好不好 它是帶酸的那種橘子 我很喜歡的那種 又酸又甜 而且水分好多喔 加香味 大家 好好吃耶 你們沒看到的前面 那些工作人員在 從吃到超正點的橘子開始 Saba就決定啟動舌尖上的希臘 聽說在獻法廣場附近 有一間很厲害的排隊名店耶 不如現在就趕緊去瞧一瞧 好 希臘料理由 三節烤大甜 也是那個很甜的甜 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要吃烤 對 而且聽說這是希臘的烤肉 是土耳其烤肉的十足 對 而且他們學不到 所以就沒有辦法學到 像希臘烤肉這麼道地 我相信會比 土耳其的烤肉更好吃 沒有 我們在土耳其 說實在吃不太習慣 看這邊我們會不會習慣一點 而且希臘人吃豬肉喔 串烤 捲餅 茄子切成餅 有人說這是希臘的三大國菜啦 而這間店賣的正是國菜之手 在土耳其烤肉也吃了很多了 不知道在希臘有沒有 什麼其他的吃法咧 你喜歡它在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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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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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借位一下啦 我有看過人家豬肉 裡頭還夾著薯條跟其他好料 你們也有自由懸料加加購嘛 這裡我們只有傳統的 我們喜歡它在豬肉 我們沒有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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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傳統的味道 所以我們可以吃吃吃吃吃吃吃 謝謝 超香的 我剛剛在那裡面 整個肚子好餓喔 我也超香的 那我開動囉 好 小心 不要吃到我了 好 很有味道 它好會烤喔 它的豬肉啊 它外面雖然烤到醬焦焦焦焦焦 對不對 但是你看你頭 還是嫩嫩的感覺 而且它上面還有加一些 孜然粉啊 辣粉啊 還有檸檬汁在上面 好好吃 剛剛好的硬度 然後剛剛好的焦度 然後還有酸酸辣辣味道 還有外面這層皮 好軟 好好吃 所以我咬下去跟聽到一個 很棒的焦焦樂一樣 它什麼東西都有在裡面 它有番茄酸 它有巴西里的一點點 辛辣的那種口感 然後它還加了紅椒粉 它的餅皮太讚了 對 然後我們兩個餅皮 應該是一樣的 一樣的 很好吃 像麵包一樣柔軟 但是又很香 然後它那個豬肉啊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吃到豬肉 它豬肉的炭烤香 好棒喔 很好吃 很好吃 它放一點優格 就是整個 清爽 融合所有的味道 如果想要在希臘省錢 最好的選擇就是吃串烤夾薄 一分不用三個啦 美味跟滿足都堅固了 而且別看這間店小小的喔 一到用餐時間 等上半個小時是一定要的啦 這好好吃喔 真的 超級厲害 好滿足喔 雅典是不是跟想像中情不一樣 我以為其實好像說我對雅典沒想法 因為我對於沒有戲劇國家 就不會有太多想法 你想到一來 可以喔 不過很美 就是美 人美 心也美 跟台灣也美 其實之前阿松我有聽過很多人說 雅典好像有那麼一點點無聊 但這一次噗嚨公團隊啊 在雅典遇到了很多驚喜跟好事 每個人都覺得這個縱省之城 真的是有劇情了 好 這是什麼 YA 什麼 這個是以前羅馬的那種神殿 然後這個有2000年了 上面那個教堂也有1000年了 隨隨便便 好可惡喔 對啦 雅典的驚喜之一 就是處處是古蹟 青青菜菜 火都千年起跳耶 這古蹟好像不用錢了耶 所以... 所以多少年了 這應該是差不多1400年了 對啊 有一個1000年 對 今天剛剛又是一個1000年 我剛剛剛剛就只有2000嗎 他說沒有啦 2000年 1000年 誇張了 嚇得我們真的要吃手手 感覺是角角 而且我剛剛以為想說 進來這個應該要門票啦 Ban 好不好 就在你站好 真的不誇張啦 在雅典散步啊 可以說是散步敗戰庭 五孤羅馬帝國 整座城市活多多就是歷史各分嘛 你跟普通共團隊會愛上希臘的理由 還有這個 什麼 喔耶 很熱 熱情的希臘人就是不得不讓人 愛上希臘的理由之一啦 不管在哪裡啊 只要我們在路邊露出疑惑 他們就會主動過來介紹 像是這個大叔啊 最後還去買了甜甜圈 請沙發吃 嘿嘿 剛好就是我們接下來 要介紹的那一間了 你好 我要一份甜甜圈 沒錯 希臘料理 三角烤炸甜 我們現在要吃炸甜了 對 而且這一家是老店 而且是這邊非常有名的老店 它有90年的歷史的 對 要請大家吃的 就是這一盤甜甜圈 那我先吃吃看 不行 這個是假的 我們進去點真的 走 這一間甜甜圈的口味不多 但是都是超經典的味道啦 導遊推薦的必點是淋上蜂蜜 灑上肉桂粉的希臘原味 還有加上蒸果巧克力的 甜蜜滋味喔 它這個是現炸出來的 對啊 而且剛剛看那個機器 不去不去個出來 感覺好好吃喔 那我先吃一個原味的 好 來囉 好 怎麼樣... 甜嗎... 有嗎... 好像那是炸麻糬喔 它外面超酥的 裡面的麵團 對 你看它裡面的紋理 我本來以為它會像蛋糕一樣 結果不是 就是很紮實 沒有... 它是 裡面是濕潤的麵團 像麻糬 然後外面淋蜂蜜 我覺得蜂蜜的香比糖粉香更好 棒棒 這好好吃喔 不是啦 甜甜圈的口感 也很像炸湯圓耶 外皮酥脆 內心Q軟 真的是另一種甜甜圈的世界 對啦 當天這整團人 可是足足刻掉六大盤耶 我覺得蘸冰淇淋一定很好吃 要不要來蘸看看 好 吃囉 好 蘸 蘸 蘸了之後就多一點奶香味 它居然吃起來有點像吃卡士達的 那種感覺 然後因為熱的 然後碰到冰的 那口感有一種驚喜 好好吃喔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甜度 是不是走在鋼索上的甜度 多一點就太多了 對 就是在鋼索上剛剛好 鋼索希臘 鋼索希臘 鋼索希臘的美食品 好吃耶 喜歡 真的很好吃 是啦 跳跳跳跳跳島 這裡正式起航 一致蒐集三個島 一趟旅程滿足三個願望 廣告回來跟著沙發女子力 邊跳邊玩囉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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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喔 難怪之前待在那王妃 喜歡帶小王子們來這邊度假 很悠閒很安靜 這裡是希臘有錢人 會來度假的小島 所以在港口那邊 會停很多小船 就是他們來度假的時候 愛他就給他一個島 好帥喔 說到希臘小島 大多數人第一個小島的 絕對是藍白世界勝多里尼 但希臘可是6000多個島耶 所以這次的跳跳跳跳島行程 我們要帶大家看看 不一樣的小島世界 拜拜 雅田 是的 你現在看到很漂亮 那個天氣線它就是 雅典城 我們這一次要跳三個島 我的partner 因為身體有一點狀況 所以他就是有一點點在 躺著休息一下 嗨 大家好 我在這裡啦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冬天出海 愛情海的風浪有點大 我還沒出海就被嚇得魂飛破散了 但是我還是好期待這一次的 跳跳跳跳島之旅 因為一次跳三個島 是這個地方最熱門的一天旅行 好 因為在島上停留的時間有限 所以你們要把握在島上的時間 好嗎 首先我們就先看三個小時 來到戴安娜王妹最愛的 西德拉島 到了 好美喔 好假喔 你看那裡有多假 很像畫裡面的那個樣子耶 我跟你講這是3D立體畫 很強 超美 到了島上有一點小小的時間 在這邊有一個小時15分鐘 我們要好好利用 你看每一隻貓都那麼可愛 好可愛 然後我們現在要慢慢前進 趕快去騎羅子環島 因為環完之後 我要去採購買東西 我看沿路看到超級多豪賣的 各位朋友 我們準備出發 我有一隻小螺子 我從來也不騎 今天來到西德拉島 騎著它去環島 因為西德拉島是完全禁止 汽機車通行的 所以在這邊除了徒步之外 你還可以選擇搭乘 它 羅子計程車來環島喔 出發 好漂亮喔 這裡好像我之前去過的奧希臘 沒錯 就是之前在聖托里尼的時候 好像也有很多這種九重閣的小房子 蓋在那個 九重閣蓋在那個 種在小房子上面 都真的好美 開心 我就是喜歡慢慢的逛小島 或是任何的城市 我都喜歡慢慢的 你看 住在這裡好像很爽耶 對不對 好漂亮喔 這是有人住的房子嗎 還是出租 好美喔 在這邊每天早上 好像可以被太陽叫醒 然後再起來自己慢慢的弄早餐 慢慢的吃 然後發呆 就是每天要做的事情 也是唯一的事情 這就是希臘的美 這就是愛情海的太陽 連空氣聞起來都特別的不一樣 難怪這裡不只是 Diana最愛的小島 也很多導演 作家 藝術家 都來這裡尋找靈感耶 沙拉 等我 我也要拍 快點到了 小本本上面有提醒我 這個小島很好買 剛剛在船上導演也有提醒我 這邊很多小店也很好買 沙拉 要買動作要快喔 距離上船時間只剩半個小時了 先跟老咪說再見 收到充斥充買店 買個卡 買個這小螺子 還有這個 這邊的名字 不是耶 這是希臘 雪希臘的名字 OK 沙還買了這個給我 我要買海綿 因為海綿也是這個小島 上面的名產之一 就買一個海綿 要買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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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臘這個雷絲也可以買 是用在船上 然後或者是像這種 它有傳統的服飾 跟那個人 超級可愛 超級像這個 這個也好美喔 是用斷袋耶 如果買完東西 還有一點時間 你可以在港口附近 散散步 或是坐下來喝杯咖啡 時間快到了 快快快 要上船 船要開了 走啊 好 希德拉島 我們要跟她說再見了 然後因為我的趴 因為她身體不舒服 沒有辦法下去沒關係 我寫手詩送給妳 希德拉島 美麗的小三層 有螺子 有貓咪 有很多可愛的小動物 還有妳跟我的回憶 愛妳喔 喔 沙 我也愛妳 我也愛妳 喔 希德拉 妳讓我知道希拉 不是只有藍白世界 一洞洞橘色可愛的小方子 在閃閃發亮的愛情海上 如果這不是夢幻 那一定是夢 現在我們到第二個島 就是波羅斯島 但是這個島很重要 它只有40分鐘而已 然後我們要攻到上面那個 那個中塔 白色中塔那邊 是它的頂點 我們要去看一下 然後在這邊 如果你不確定幾點要回來 你看一下這個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要 然後回來的時間 而且這是老歷事的喔 Rolex Rolex Yang Ten Su Su Fung Khajiwa OK 謝謝 謝謝 你看 好美喔 我覺得不用到至高點 這裡就夠漂亮吧 攝影師 我們在這裡就停止 你覺得怎麼樣 不行 差一點點而已啦 一半一半了 好的 我們要到了 我覺得在這邊看到的感覺 我覺得跟之前去 比如說聖托里 你那些很觀光的就很不一樣 它是真的 就是小山城 而且你看景色超美的 而且我覺得我們的船 也很會安排時間 因為這個島真的很小 波羅斯島很小 所以它就決定 40分鐘就夠了... 好 現在我看一下幾點 現在是2點07 我們還有很多時間 中塔後面好像還有更棒的景觀耶 可以帶我去看看嗎 拜託 好美喔 而且現在這個時間啊 太陽剛好在那邊 然後就有一點陽光灑下來 然後那邊 淡淡 妹 誰說淡季就不好啊 淡季好完畢了 而且沒有人 你想想看 如果現在是旺季的話 我旁邊一定會有一堆人 你看一下我旁邊有沒有人 沒有人 好棒 我想下就下 我想上就上 多好啊 又便宜又好玩 只要55歐 就可以帶你遊三島 還有附餐點 還有唱歌 喜歡 雖然我不能親眼看見波羅斯島 但是我現在也算是在波羅斯 跟愛情海中間打滾 就算了 攻完頂之後 導遊建議走另外一條路下山 這樣也算是 環波羅斯島一圈了唷 然後在這個小島上面呢 有很多檸檬樹跟橄欖樹 哇 好香喔 是這個檸檬愛玉的味道 我知道了 我暗藏一顆檸檬 上去給我攀呢 OK 這個殷檬 這個超多 好 market 這樣的 好有烤的 好丟醉喔 超胖的 這個好食物的味道喔 我覺得 蝦漂亮 蝦的 你看 所以你看 那邊很 Systems 我們在羅德島的時候 最後一天我們要走的時候 那個導遊他帶了一盒這個給我們 很好吃 裡面是杏仁的味道 然後有大鍋的 很好吃 我們都買了 好 它的果醬很可愛喔 我回去也要做那個來賣 就是它橘子啊 橙片加罐頭裡面 用橙片罐頭 真可愛 來 妳說這個可以快一點嗎 可以很緊張 鳳姐 現在時間2點42分 距離開船只剩3分鐘了 你動作可以快一點嗎 人家要開船是不會等人的啦 好緊張喔 謝謝 謝謝 多多人的遊戲 都貴喔 來了... 謝謝 謝謝 馬上... 我們又跑了 我們要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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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拋起來... 2點44分之身1分鐘了 前線回報 他們已經把連通橋收起來了 到底能不能上船 我好緊張喔 真的好遠喔 船又開了 船又開了 趕快點來看一下那就是神條 我們在去啊 跳跳跳跳到 歡迎回到時尚玩家 今天我跟沙從雅典出發 要做三小島的盈獄之旅 我們先去了戴安娜王妃最愛的 自家小島 這裡是西德拉島 然後到了希臘富商 最愛的波羅斯島 在上船之前 莎莎走進了一個甜點店 沒想到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快速了 恭喜 馬上馬上 我們用跑的 我們要走了 拜拜 究竟她會被困在島上 還是迷失在愛情海上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為什麼不自己包船啊 OK 她又開了 現在是2點07 妳看滿足 瑋瑋加油 快一點... 快看不到啦 快 加油... 快動喔 YES... 打正成功 因為歐洲整個化妝很慢 我當然看你們 知道你們看它怎麼包 但卻要包這麼久 辛苦我們那個導遊姐姐了 好 等一下再試試看什麼 真的是好險喔 據說剛剛船真的離岸了 是我們不離不見的船員 差點下跪 求船員 他們才把船開回來的 真的是好險喔 這個就是剛剛害我 差點上不了船的那一盒甜點 你們看它真的擺得很亂 很沒規則 而且是他們太愛摸喔 以及找我錢太慢了 但是因為我沒辦法 我必須試吃給你們看 我也是被逼的 所以我要來好好的試吃一下 而且剛剛消耗很多熱量 首先我要先吃的是 聖誕節限定商品 我們在羅德島 要離開那一天 導遊有請我們吃這個 他說這個是聖誕節什麼...的 所以沒有介紹給你們 我覺得很對不起你們 所以剛剛特別買了 這個很好吃 炒到很酥... 那種重奶油餅乾 它有時候還包有一點點 杏仁顆粒在裡面 那種大顆的顆粒在裡面 咬的時候 不只可以吃到那個餅乾的酥脆 還可以吃到 杏仁顆粒的香味 這個也好好吃喔 而且它糖粉不會很甜 然後還要買了一些這些巧克力 這些巧克力呢 我是想說我的夥伴這一趟 他可能沒有發現自己到了哪裡 所以我買了一些紀念品給他 這裡... 沙謝謝 我的紀念品在這裡 我先來猜一個看看 原來這就是愛情海的味道嗎 波羅斯吃起來有點脆脆的 甜甜的 還有一點夢幻 就是你來波羅斯島呢 一定要到這家店 而且你最好是上去宮頂之後 速拍五張照片 馬上衝下來買 絕對不會錯過這個船班 絕對不會步我們的後程 好不好 衷心的建議 我的夥伴他復活了 我們要去看愛情那啦 太好了 跟你講一件事情 在上一個島的時候 我們可能帶一個伴手禮 檸檬 不行 滿一點 它這好像一種小寵物喔 很恐怖 然後在這個島啊 愛情那島很大 所以我們要坐計程車去看神殿 走 知道愛情那島的神殿 比雅典的衛城還要老 還要老一點 對 我好期待 你看了耶穌光耶 沒錯 他們剛剛開很久了 好好是喔 對啊 走... 因為我們這個時間很緊迫喔 只有一個小時就50分鐘而已 OK 來到愛情那島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直衝山頂看千年神殿 因為來回路程就要一小時啦 所以這次可是真的要把握時間 別又差點趕不上船啦 我們要到了 它就在我們眼前了 它真的好巨大喔 趕快帶你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神殿 而且保存得超好的耶 它比衛城還古老 然後還可以這麼的好耶 對啊 這也有2500年了耶 好久喔 讓我來為大家解說一下 這個愛情那島的由來 是本來有一個河神的女兒 她長得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宙斯之後 你看到她 完了 就想要她 老帥... 於是宙斯就變成一隻大鵰 大鵰 她就想要演神鵰俠 你就把這少女 弄在大鵰上去那邊飛走 然後又飛到這個愛情那島上 所以這個愛情那島 就是宙斯窩藏愛情的小島 對 而且愛情那島 這個愛情那三個字 就是它的名字 就是那個女生的名字 對 很浪漫耶 愛她就給她一個島 而且我覺得宙斯好會變喔 它有時候是大鵰 有時候是公牛 有時候是那種 真的 變成黃金魚 有時候又是天鵝 對 它好嗎 它變成好多種不同的型態 去弄女生耶 追求她的愛情 對... 我覺得有Partner真的很好 真的很開心 你知道我剛剛窮成 一個人一直在講話 我真的快累死了 你覺得為什麼 我好喜歡你喔 我也好喜歡你喔 我喜歡... 是因為來到愛情那島 讓你們變得那麼有愛嗎 不過時間不多喔 快點介紹眼前的神殿線 這裡的景觀真的好棒喔 這是這個地方的制高點 他們總是喜歡把神殿 蓋在制高點 覺得這樣跟神比較比較緊 你看他們是用樂高的方式 在蓋房子耶 真的耶 對不對 你看 被我發現然後 你看到他們那個一點點... 樂高方式 所以他們是拼接起來的 是 沒錯 而且他們怎麼把這大石頭弄上來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希臘是一個 很相信人的國家 怎麼說 因為他們的這個柵欄 真的很不柵欄 其實你不用助跑就跳得過去了 或是你只要稍微蹲一下 迎波舞一下就過去了 對耶 但是他們很相信大家 知道大家會一起維護這個東西 這一整片都好美喔 然後這個小島也是離那個 他們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首都的叫什麼 雅典 最近的一個小島 所以很多希臘人 都會來這邊兩天一夜小旅行 還有很多有錢的希臘人 會來這邊避暑 就是他們會買個別墅來這邊避暑 來到愛琴那島 除了神殿之外 聽說章魚也是千萬別錯過的 不過我說兩位女明星啊 你們現在如果再衝去市場 恐怕又會從也趕不上船的飛機耶 此題何解 所以我們現在請導遊幫我們打電話 去買草章魚的白衣果 我愛你 愛你 YES 在此真的要跟全世界所有帶過 食尚團隊的導遊們至上最高敬意 因為我們常常會提出很多 無理又任性的要求 而他們總是能夠 使命必達的幫忙達成 看啊 章魚現在就自動送上門囉 嗨 謝謝 好棒的耶 真的好給力喔 我們就這樣優雅的拿到了三份章魚酒 他喜歡希臘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他們有一種很 很好講話 耶 到了晚上 這邊就有一整排的那個海鮮餐廳 對 然後旁邊那邊就是魚肉 所以如果你是自己來這邊玩 不是像我們這樣趕時間的話 就可以慢慢悠閒喝咖啡 可以不參加跳島行程 直接搭單趟的船來愛情那島玩 或度假 因為它離雅典真的很近 那我們買了章魚 然後還有 島上最棒的章魚 還有開心果 待會兒要上去好好品嘗 好 等一下上面很多不一樣的活動 這次時間抓得多多好耶 不只提前10分鐘上船 連愛情那島盛產的伴手禮開心果 必吃的章魚啊 都通通成功結了 我們說到做到 在希臘有章魚我們就要吃 對 好香喔 它的味道 它炭烤的香味一直冒上來耶 香香的 可以... 很好吃 我覺得它的章魚烤到外面脆脆的 裡面還是好軟好新鮮好好吃喔 那我要吃這個很焦的地方 焦得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焦苦焦苦 然後檸檬的香味 整個給它提鮮耶 而且我覺得它因為檸檬很強的是 不會太酸 它就是檸檬的香氣比較重而已 它的酸碰到肉反而會帶出甜味 對啊 跳... 跳... 三小島的一日行程差不多要結束囉 說真的啦 55歐的船票超值得 不僅一次滿足三個願望 還包午餐唱跳表演 觀眾啊 如果下次你沒有來希臘 可千萬要安排進去耶 女子力旅行最後一筆路 他們要在雅典買買買不停 每次吃吃吃不停 還要蒐集世界最美的角落 很有趣耶 那小金蠟蛋的地方 就是小金蠟蛋的地方 就是小金蠟蛋的地方 很小金蠟蛋 也一定要來 因為真的很漂亮 然後也謝謝 我覺得雅典讓我看到 很不一樣的希臘 我是被這裡的人吸引 我還沒啦 我還沒啦 沙發女子力的行程 即將接近尾聲了 在一見愛情還之前 可要把握時間 繼續在雅典晃晃 他們打算要玩到最後一分一秒啦 像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我們出來外面要吃些什麼 然後就看食尚玩家的推薦 但其實我們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看一下 網友們的意見 沒錯 這裡我們找到了一個大推的 他說 好的 我這邊還有看到一個 我去那裡吃午餐 雖然附近沒有有趣的地方 但是食物彌補了任何 可能缺失的 海鮮飯跟義大利麵好吃到苦 對 所以他連責訂了兩個晚上 說真的啦 這一趟在希臘吃的所有食物 我們還沒有遇到地雷耶 甚至是一家比一家還好吃 在雅典的最後一餐呢 這一間店應該也是很值得期待喔 覺得很開心 這每一樣都看起來很好吃耶 除了有沙拉湯之外 我們還點了前菜跟主食 我們分別來試吃給大家看 好 我的這個好像是雞豆 然後它拌了白松露油 然後再加一點 有耶 你有聞到松露味嗎 有 還有克里特島來的燻肉 這道FOFA是希臘料理中 很典型的開胃菜啦 通常是蟬豆泥拌上橄欖油跟檸檬 十足的地中海風味耶 好好吃喔 它還沒進入我嘴巴之前 先從我的鼻子 讓我知道它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的時候 就聞到濃濃的松露味 超級濃郁 然後入口之後 是豆泥滿滿的香氣 在你嘴巴裡面 你在講話的時候 白松露油的味道很香 一直往我這裡飄耶 對 那我們來吃主菜 好 這邊有兩個主菜 一個是天使法面 炸過之後 弄雞肉的醬汁 然後這個就是網友說 吃到哭出來的米形麵 我覺得先哭好了 我第一次吃米形麵耶 我也是 之前都看別人吃了 好像飯喔 米形麵是義大利麵的一種 除了當主食之外 也可以拌在沙拉 或是加在湯裡頭 這個可是東地中海 沿岸很常見的食物喔 會不會嗎 好好吃喔 我也要想哭一下 它這個醬汁裡面 除了有海鮮的鮮味之外 它有一點白酒的香氣 然後它的米形麵 吃起來滑溜滑溜的 很有趣耶 很像小精靈 在你的嘴巴裡面 跑來跑去那樣子 好好吃喔 很調皮的一道菜 我覺得很好吃耶 好好吃 而且李童亦你在咬的時候 會有蝦膏的味道 好好吃喔 白酒香氣很濃 海鮮的鮮番茄的酸 香料的香 每種氣息都沾滿了 每一顆米形麵耶 吃味超正點的啦 讓人是忍不住 一口一口接一口 難怪網友說 他必須要克制自己 不能再來這裡的 好 接下來 我吃我的這個 好 你吃 天池吧 吃的麵條 真的好細喔 我要吃囉 好 這個也可以哭 它的奶油醬做得非常的香 所以感覺到它的鮮奶油 應該是又很厲害的 所以它的奶味非常的濃郁 對不對 然後旁邊它的雞肉 然後還有它的麵條 吃起來是酥酥脆脆 就是帶口感而已 但主要味道的來源 都來自於白醬 感覺它是蛋黃 配上鮮奶油去調配出來的 很濃郁 很濃郁 而且它的白醬吃起來不膩耶 不膩 很濃 濃而不膩 好吃這兩道 參考網友的評論 果然是旅行不踩的小秘訣啦 小小沙巴小玉啊 吃過這一間超高評價餐廳之後 換你們下評語囉 請推薦 如果是我寫的話 如果你來希臘只有兩天 你一定每天都要來吃 不然你會後悔 如果你來希臘 錢不小心都花完了 那你一定要刷卡來吃這一家 不吃會後悔 真的會後悔 我是說真的 我在台灣都沒有吃過這些口味耶 真的沒有 好好吃喔 我跟你講 真的很好買 而且因為我現在 正在盤算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要去拍一家餐廳 拍完那個餐廳 我們應該還可以這樣回來 失控了... 真的失控了 而且我就會拿出我的卡 所有的女性都沒注意啦 沙團長在雅典出手囉 根據前線回報 希臘超級好買 不買不行 買到會讓人剁手收 就連八小玉湯都淪陷了耶 我們等一下那一家趕快拍好不好 我趕快講一兩句就好了 一講重大的一兩句 只要一兩句 只要緊... 只要緊拿錯就再過 食尚連選 希臘胡買蝦買超完全紙蠟 Let's buy一家去 這裡的皮件很有名 所以這裡比如說幾個一定要買 是橄欖的產品 還有那種皮件 還有天然海綿 你看 很好看 莎莎 OK 你給他看一下 我們吹一下 是的 希臘敗家必買 第一樣就是各式皮件 老闆說這全都是用好的皮料 Made in Greek 像莎莎看中的就是女生 永遠都缺一個的隨身小包 一個超台幣六七百 根本不用考慮先買再說啦 在這邊橄欖罩是一定要買的 然後他們這邊有這種 上面都有附一些東西 這個是附雕像 對啊 然後還有附邪惡之眼 你看它有一些就是 雅典的吉祥物 以前的柱子 還有我們去那個 這種比較有質感耶 去奧運的那邊 它的錢幣 這一塊 好啊 我要送人 送禮汁用兩香儀 敗家必買感染罩 一個優便宜不說 上頭附的還是古希臘特色磁碟 這一團每個人出手可都是 十個起跳呢 這是驢子奶做的洗髮精 潤髮乳洗澡的 然後還有這個是身體乳 禮汁奶耶 妳也用過驢子奶擦身體嗎 然後它還有出像這些 護唇膏啊什麼的 很酷耶 左遍世界各地 我沒看過用驢子奶做的產品 怎麼樣... 不要瘋了 我覺得我有一個洞 好像被打毀了 因為我平常不太買東西 可是如果我買起來 真的很可怕 到底是怎麼樣的店 會激發出巴小玉敗家的那一面啊 是啊 到底還有多少東西好買咧 來 希臘有很多東西你必須買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橄欖油跟蜂蜜 然後有人跟我們說 來這邊帶橄欖油 可以帶鐵罐的 就比較不會有打破的危險 好喔 可以說是誰說的嗎 誰 大使夫人說的 謝謝你教我們這一招 謝謝 對啦 在此插播一下 這一次希臘拍攝行程 真的要非常感謝住 希臘台灣代表處的大力幫忙 讓我們能拍到超多精采的畫面耶 蘿蘭啊 回到正題啦 莎巴現在正在幫各位會員朋友 試吃各種希臘滋味喔 我建議你不要對水喝 直接吃 直接吃或是弄在麵包上 奶油跟那個蜂蜜 或是優格 它很好吃 它很好吃 這個吃起來就是天然的蜂蜜味 因為天然的蜂蜜味 它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反正就是很順就對了 反正買就對了 你不要管什麼 買 是的 沙團黨購物指南 最高指導員則先買 再說不要囉唆 接著要介紹給會員朋友的 就是台灣很少見的希臘名物 橄欖醬 它橄欖醬鹹度很夠 然後微微的辣味 配麵包我覺得很絕配耶 但如果你喜歡吃橄欖 你本來就喜歡吃的話 你會瘋狂 但如果你害怕的話不要買 因為它就是 害怕就買這種回去吃就好了 對 但它就是真的很重的橄欖味 好吃 要買會員朋友 好 想怎樣... 再給大家看一下 各位 它就是這樣三個一罐 有綠橄欖 黑橄欖醬 跟辣的橄欖醬 所以你三種口味一次滿足 好喔 4塊5喔 買得酸嗎 不夠 我們還要去加一加 對 趕快送 歐斯卡啦 購買行程要暫時喊咖了 趁著太陽下山前 你們可要趕去雅典的最高海拔 號稱是雅典最美角落的 利卡維多斯山丘 一整個白色的城市耶 我不知道雅典這麼擁擠耶 很像你在玩某種樂高 對 然後你就把它全部擺成一個 你自己的大城市一樣 你顏色全部都是一樣的耶 而且它有這麼擠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耶 我們走在那個路上 覺得蠻寬的啊 我想要來看幾個著名的景點 衛城在那個山頂上 是 我看到了 好舒服喔 現在有一點點逆光 但是你應該可以看到 山頂上那個 有 這個是衛城 然後那個是我們去的那個 雅典的那個 奧運的那個 對 第一屆場館 前面那個整片是愛情海 那一片 正好 等一下我們就要看 夕陽落下 那我們現在要不要去找一個位置 待會好好地看夕陽 喝個咖啡 有人說聖托里尼的夕陽 是全世界最美的 喔 不 在這個雅典 最美角落的夕陽 才是真正驚奇啊 從一開始的黃色 橘色 到後來漸漸變成粉橘 粉紅 阿松我真的層次建議 不管多人都一定要等下去 因為眾神之城的夜景 可是會美孤人的啊 我剛剛就是收工後 然後坐在那邊靜靜地看這一片之後 有一種感覺 就是我看過很多城市的夜景 然後每個城市的夜景 我們都能說出一些不一樣的話 但是其實心裡的感受都好 但是我覺得雅典的夜景 長得很不一樣 可能是它那個街道的排列 房子的顏色跟那個愛情海 不知道為什麼耶 確實不一樣 你看那個未成的光打得好好喔 有沒有很像宙斯的生日蛋糕 像 所以你可以喊去 好老... 好老派的笑話 好美喔 喜歡 差七啦 這一次女子力的旅行 就要在這片 超美的雅典夜景中結束了 下一次他們又會出發去哪裡呢 就讓我們且走且看 邊走邊玩 眾神之都再見 我們下次見囉 Bye